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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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印气好的话 还能够看到 鲸鱼闹海的场面 这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桂林并不靠海 哪来的海上仙山呢 又怎么能够看到 鲸鱼闹海呢 这片在卡斯特地貌当中 独树一帜的 丹霞丰丛里 究竟隐藏着哪些神奇景观呢 资源县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的北部 距首府南宁市 约四百多千米 它地处香桂梁省区交界处 被视为广西的北大门 这一带山岳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而那神奇的丹霞山 就隐藏在这片虫鸾蝶杖之中 到达资源县后 地理中国考察组 首先来到了一座高山窑寨 据说这里的瑶族村民 曾有人去过海上仙山 刚一进入村寨 当地的瑶族村民 就热情地端出了特色油茶 村民告诉考察组 喝油茶在当地很有讲头 资源县地势高 气温低 油茶正具有趋风避寒 强生健体的功效 由此看来 这里的气候 与广西大部分地区的 亚热带湿热气候差异较大 得知考察组在寻找海上仙山 村民介绍 海上仙山实际上是百座山巒 它们山体倾斜 朝着同一个方向 每座山峰就像水田中的一个个螺丝 因而当地人称那片群山为螺丝山 就在资源县城边上 有一座名为八角寨的山峰 顶部呈八角状 行似龙头 只要登上八角寨最高处 就能够一睹海上仙山的奇景 不过八角寨的内部地形 如迷宫般错综复杂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步入其中 都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在村民的祈福中 考察组向八角寨行进 不多久 一大片形态奇异的山丘 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只见这些山丘彼此相拥 乍看上去和桂林奇风 竟有几分形似 然而专家指出 与桂林卡斯特地貌 大为不同的是 这里的岩层 以红色沙利岩为主 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行进间 一座通目的山丰 屹立在大家眼前 它顶部浑圆 中间一道深切的裂缝 将山体分作两半 一番观察后 随同考察的地理专家 曾令峰认为 这道裂缝是丹霞地貌中 典型的垂直结理 发育形成的 曾令峰 南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广西地质 与地貌的科学研究工作 原来它是这样 一个完整的这个岩体 然后垂直结理 就像这样把它破成 两个大的这个岩块 风化流水 把那个垂峰就扩大了 曾老师认为 这处巨大的垂直结理 说明这一代 在新晋的地质年代 构造运动十分活跃 群山之中 可能隐藏着 让人意想不到的地质景观 继续前行 一个小时后 考察组突然发现 这段山路 值钱走过 这上面是路吧 我们要商量一下 我们要怎么走 此刻大家意识到 我们迷路了 还有谁电话呗 通一下就断了 应该是 不仅手机信号消失 而且指南针和定位系统 也出现偏差 就在考察组 想根据太阳方位 来判断方向时 却发现 刚刚还晴朗的天空 不知何时 已布满阴云 遮挡住了太阳 山间的天气 说变就变 雷声预示着 一场大雨 很可能即将来临 不得已 大家只得摸索着 沿着原路返回 专家推测 之前考察组 置身于丹霞幽谷 四周都是沙岩 这种岩石中 通常铁氧化物含量 都较高 会导致磁场异常 这很可能 对指南针和定位系统 造成干扰 一路下山 考察组注意到 这里的岩石 基本都是灰黑色 并不是通常 丹霞地貌 所呈现出的红色 一户间 大雨从天而降 在一处 碧雨的峡谷中 同行的 另一位专家 陆刚 为我们做了解答 陆刚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 区域地质调研工作 我们资源地区 看丹霞地貌 颜色没那么红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是 资源地区 这个气候湿润 降雨量非常丰富 所以说 在这个山体的表面 有大量的植物发育 特别是这个 跆选植物 陆老师告诉考察组 苔藓在生长繁殖中 释放的化学物质 会改变岩石表面的特性 从而使这片丹霞山体 呈现少见的鬼黑色 这种颜色的山栏 在湿冷环境中 会给人带来阴森的感觉 专家推测 或许这也是人们 不敢轻易踏足其间的原因 下山后 为了能顺利到达八角寨 考察组邀请了 对这里地形 非常熟悉的护林园 邹同辉担任向导 再次进入山中 即便有了向导引领 我们依旧觉得 恍如身处迷宫 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 考察组面前出现了一条栈道 栈道宽 仅有一米左右 一侧是牙壁 另一侧是深剑 向上仰望是穷龙遮天 向下俯瞰是白米深渊 更让我们意外的是 牙壁上无数形态怪异的孔洞 宛如一张张 争鸣的鬼脸 苏师傅介绍 当地人称这里为生死谷 测量一下这个洞穴的大小 这宽是24个厘米 高度有17个厘米 它的最深的深度 大概是12个厘米 陆刚告诉我们 这些孔洞 使沙岩中夹杂的历史脱落后 岩体进一步受到侵蚀而形成 丹霞岩体上 时常未出现这种现象 但在一小片区域内 孔洞如此密集 则非常罕见 这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专家推测 这很可能与当地的 自然环境特点有关 考察组还需要获取更多证据 才能找到答案 一行人继续向上攀爬 不久前才经历了 从晴到雨的天气 随着海拔升高 天上又开始飘下雪花 考察组看到 四周树木的枝条上 布满了晶莹剔透的树挂 在靠近北回归线的岭南山中 竟然会出现 北国冬日里的雾松奇景 这让考察组颇为意外 专家在观察后告诉我们 这不是雾松 这个还不是雾松 它是雨松和雾松的混合物 你看这个雨松的外部特征 是透明或毛玻璃状的坚硬光滑 像玻璃一样 而雾松它是乳白色的冰晶层 比较松脆一塌落 这里的海拔大约有六百多米 我们再往高山上走走看 看能不能看到虫雾松 现在是一千零九十四米 气温现在也是到零下四度 到零下五度左右了 在向海拔更高的区域 行进数百米后 考察组面前出现了一片 更为壮观的景色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雾松了 这好大呀 一团一团的跟绵羊毛一样 不同于之前看到的雨松 眼前的雾松 呈乳白色 结构松散 一碰就落 可资源线地处北回归线附近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低温环境呢 在结合地图研究了周边的地貌环境后 专家认为 八角寨所在的丹霞区域 西侧 南侧和东侧都是海拔超过两千米的高山 唯有北部山势较低 冬季冷空气经过长途跋涉 到达这里时已是强弱之末 在遇到环撞高山阻挡后 便在巨大谷地中缓慢盘旋 由于谷地中植被丰富 蓄积大量水分 冷空气长时间滞留与水分相互作用 便形成了眼前这南国少见的降雪 以及雾松奇观 同时 陆刚老师还提出了一个猜想 眼前的低温环境与之前生死古中蜂窝状的孔洞 或许有着微妙的联系 资源线气候湿润 岩石中富含水分 在极低温环境下 岩石表面和裂系内的水冻结成冰 体积随之膨胀 从而加速了历时的波露 最终形成了生死古中鬼脸秘籍的罕见景观 不知不觉间雪停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 考察组终于到达了八角寨的封顶 此刻忽面而来的 是一番麒麗壮美的景象 云雾在脚下 如同波澜不惊的大海 铺展到天际尽头 数不清的封鸾 仿佛一座座蓬莱仙岛 在云霞眼映中被浪花轻浮 随着雾气消散 封鸾又幻化成一支支昂首的巨鲸 向着太阳的方向 在云海间破浪游翼 看来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 鲸鱼闹海了 对于这一奇景 专家认为 伴随着雪的融化 空气中的水蒸气 在半空预冷凝结成浓厚的云雾 由于这片区域三面环山 地形相对圈柄 云雾不会被风吹散 海上仙山 便由此呈现在大家眼前 考察组注意到 眼前的这些山巒 都呈现为西堤东高 向着相同方向绵延的态势 确实像一个个螺丝 这片群山 为何会呈现出 如此整齐划一的山形呢 这种难得一见的景致 是强烈的构造运动 还是大自然风雨的侵蚀 对于螺丝山这一大片单峡风轮 全都像一侧倾斜的现象 专家推测 这种地貌很像是单斜构造 所谓的单斜构造呢 就是受地壳运动影响 原来水平的岩层发生了倾斜 那岩层层面和水平面 形成了一定的角度 那么专家的这个推测 是否正确呢 要想验证就必须对这些 岩层倾斜的角度进行测量 由于每座山栏的山顶 受风雨侵蚀显出 几乎很难保留下 连续完整的岩层 因而测量点呢 就只能选择在山体的中部 也就是半山腰的位置 经过商议 考诈组决定 就以脚下的八角寨为样本 进行倾斜角度测量 可是八角寨的高度有数百米 所在山体的西东南三个方向 均是斗崖绝壁 考察组如何才能到达半山腰呢 考察组邀请了桂林市 一支专业探险队 前来协助考察 在对八角寨的地形环境 进行观察后 探险队决定 采用单绳下降的方式 靠近山体中部 然而山中多变的气候 给考察行动出了不小的难题 现在这个雾很大 现在山顶上那个看不见 我们从上面下来的话 看不到脚下 未知的一些危险 没办法去预判 再去找另外一条路 行行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对对 OK 大家在这里慢一点 一定要慢一点 因为这个是非常滑的 它不是雪 有点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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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选取的垂降点 海拔要低了一些 探险队估算 下降一百米左右 就可以靠近山体的中部 这个滑的滑的滑的 现在我们大概到了 离地面八十米的高空 在这里看到很多 不同颜色的岩石 粗糙的崖壁上 镶嵌着大小颜色不一的碎石 它们构成一个 倾斜的条带 从西向东 延展着 这些碎石光洁而晶莹 具有石英岩的典型特征 与周围的沙岩迥毅 在测定了海拔高度 并采集了岩石样本后 队员们返回到崖降点 通过计算 八角寨山体沿层的倾斜角度 为二十四度左右 随后考察组又对周边多座山峰 进行了测量计算 发现它们的倾角几乎一致 根据这个结果 专家推断 这些形如螺丝的山栏 都曾受到过一种强烈的构造运动影响 从而出现了西堤东高 向同一方向倾斜的仰台 可是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这片山区属于南岭 南岭的高山数不胜数 为何在资源县会出现 如此齐绝的景致呢 为继续探寻螺丝山的奥秘 我们过大了考察范围 顺着滋江沿岸行进 专家陆刚在一片裸露的岩层中 发现了端倪 这个颜色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带红色的一种带绿色 中间还有一条西麦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小构造类线上面 这石银充填在里面形成的 陆刚告诉考察组 这种被称作绿泥石的矿物 只有在高温高压下才能形成 是大型断裂带最直接的证据 我们看到的这条巨大的规划石银岸带 就是资源到心灵这条大断裂的 重要的表现 这条断裂活动的时间非常长 到现在还有表现 专家说 资源新宁断裂带 是广西北部极其重要的一条断裂带 今天的资江正是沿着它流淌 断裂带的周边构造运动非常活跃 除了螺丝山和丹霞丰丛 也许还有更为雄奇的地质景观 前行不久 前行不久 一座高山出现在大家眼前 向导介绍 向导介绍 这是岳成岭山脉第二高峰 珍宝鼎 你看白色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半斤 这个可能是一个石英脉 通过查阅地质图 专家发现 整座珍宝鼎的岩石性质非常单一 都属于花岗岩 这些花岗岩在远古时期 曾深藏于地下 如今大面积出路 这表明资江以东地区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剧烈的台声 这股台声的力量极其巨大 它不仅让一整块巨大花岗岩岩体 耸立成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峰 还带动西侧区域螺丝山所在的沙岩层 发生倾斜 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单斜构造地貌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倾斜现象 只是自然之手塑造八角寨景观的第一步 他判断 在珍宝顶以西的广大区域 一定存在着众多平行的小断裂带 它们才是雕琢八角寨 丹霞地貌景观的关键环节 那么断裂带的活动 是如何雕琢出八角寨奇异的 丹霞峰链地貌的呢 再次登上八角寨峰顶 就在龙头箱延伸出来的颜面上 考察组发现了重要线索 这个龙头箱这条山梁跟我们现在占的这个走向几乎是平行的 实际上它这个走向跟我们刚才测量的那个小断裂几乎是一致的 根据一系列考察结果 陆老师为我们还原了这片丹霞地貌复杂的成长轨迹 亿万年前 如今的八角寨区域是一座山间盆地 此后千百万年强烈的构造运动 使四周山体不断抬升 雨水携带泥沙汇入到盆地中 形成了巨厚的沙岩 随着整个南岭山脉的隆起 八角寨的西部 南部 东部 接连怂起高大的山峰 它们在龙升过程中 不断挤压中部的丹霞沙岩层 形成了北东向断裂为主 多种裂系交叉的网状断裂构造 此后在自然风雨侵蚀下 一座座丹霞被流水侵蚀切割出来 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眼前看到的 丹霞丰丛 它们被包裹在重山峻岭当中 不仅成为绝佳的地质景观 而且因其迷宫般的地貌和多变的局部小气候 成为了一片外人不敢轻易涉足的秘境 在考察结束即将离开罗斯山的时候 考察组问了向导邹同辉一个问题 这一座座罗斯山长得几乎一样 那里面更是跟迷宫一样 它是如何判断方向的呢 邹师傅说 就是靠这些山的倾斜方向 来辨别东西南北来去自如的 上百年前 资源当地也是战乱纷争 当地人一旦遇到战乱匪话 就集体躲藏在这片迷宫一般的 丹霞风筹内 外人一进来哪知道 这山形地貌上的特殊规律 所以就像进了迷魂镇一样 根本找不到方向 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造就了我们眼前的 齐山秀水 无意之中也护佑了在此定居的百姓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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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